看见台湾让大家看见了台湾各地的污染 包括了桃园县的龙檀乡 一家铁工厂处理的废轮胎 结果传出严重污染 不但附近的树木枯死 而且呢 居民种的菜拿去炒 竟然炒出了黑色的菜汁 就连请工人来整地也会全身发痒 附近的居民群起抗议 迫使业者停工 那么近日来也可以看见 看见台湾已经让台湾的环保意识抬头 这粘上去擦不掉啊 万一吃下去怎么办呢 骑到肺里面去 拿起卫生纸在布棚上一抹 全是黑灰 在桃园龙檀乡成功路的一家铁工厂 因为在厂内捣碎肺轮胎时 作业不当 导致大量灰黑色的有毒物质外泄 连一旁的张目上都被覆盖一层厚重的污染灰烬 还有整地的工人才整几个钟头就全身发痒 居民无奈 更夸张的是附近农民种植的青菜也全部遭殃 环保局接获农民申诉派人到场了解 因为厂房紧闭 采刃有困难 无辜的农民表示 再不改善 连命都要没了 无地有偶新北市鸡查人员接获民众检举到场开挖 破获燃整场四街案馆 偷排放废弃染剂到大汉溪中 被开罚60万元 电影看见台湾让检举污染剑数大幅增加 全民一起揪出非法业者 让美丽台湾不再只是一个口号 发布抖霧 发布抖霧